大家好 今天是6月15日 星期一 似乎港股6月份 都真的挺绝 都挺认了这一句 6月初的时间 大家都可以说港股 气势如虹 但从上星期开始 似乎 真的到25000年附近这些水平 开始有些比较大的阻力 其实也是很快的 大家想想 25000年都是几天前的市 但现在呢 也很快地下回到 23800到这些水平的位置 正如上星期提计 其实一个市下回到这些水平 亦都是去23500到24500 这个区间上落 即是去之前 那个区间的位置 但是大家看到 不停看着这部手机 为什么呢 因为都想和大家 可能更新一下 到期的情况 现在大概是 5点半了 现在到期跌了580多点 和今天 最恐慌的时间 跌大概900多点 都算好很多了 但是美股现在的状况 和上星期 和大家有分享过 我觉得现在是相似 3月份的时间 即是开始是大上大落 可能每一个波幅是很大 上星期五 即是星期六凌晨的时间 我习惯了 我习惯了在夜晚 即是逢星期五、六的凌晨都会夜睡 所以那天晚上 基本上是看完整个行程 整个行程 我看完才睡 那天都是 差不多凌晨4、5点才睡 那 美股也是错的 你看到可以 所以 从升到千点到跌 那后又可以再升到400 以上 是很波动的 因为现在第二波的影响 其实是 真的挺大的 我想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 因为现在不只是 美国有第二波爆发的风险 甚至乎 现在来地也是 北京也是 接着好像欧洲也是 所以如果真的 出电力波爆发的时间 大家之前 可能炒市 可能经济重启 又要再抹去 所以市 正如上星期 为什么还是很坚持 觉得市 是 升不到上去呢 或者之前的时间 弹得上去 也好 都维持着一个 比较审慎的看法 就是 其中一个因素 就是这个 所以 现在 回到区间那里 大家也可以 看看 23,500 这个水平 能不能先 因为都是 那 range 至于 股份上 有趣的 其实你可以说 我之前持有货 中海外 你又去 我的买入 那个 估出价附近 有些朋友都会问 现在究竟是否 买货的时机 其实 都是那种事 如果大家觉得 疫情 是可以 是没有什么 都是没有什么事 那 这些位置 你就买了 因为 大家记住 现在大家担心的东西 特别是 中资股 那样 你担心疫情 又会再爆发 但是 你不怕的时间 可能 有些航空股 趁这段时间 你买货 但是 我自己又不会买了 我自己 就宁愿再观望 先 因为真的 不用急 今年 最主要就是 当然 短抄的投资者 你当然可以说 是跟着一个勢来抄 所以 当时 当有货的 拿着先 到你29元 放李宁 我说不行 但是 我这些又觉得 赚了没走 这么简单 在这个观点 还有 减持股票的比重 就是这样 所以 就是这样 所以 大家 在自己的状况 可能 再做些部署 对 不过 有些板块 好像 内地的食品股 例如 海底撈 下部下部 我真的不建议 大家考虑 因为 始终那些板块 你想想 打了很多 对 打了很多之下 例如 现在出现第二波的疑似爆发 股价今天跌了一些 但是 它们跌下去 也好 是由高位回落 不同 有些有兴趣的大家落 大家落 跌到很低 所以 一旦 疫情再出来的时候 对于它们的影响很大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 开始 大家以为 不要紧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会很好的 所以大家有这个局面的想法 但是 如果现在 一旦 有些人 真的 真的 叫做 还会再拖延疫情 很多疑似要封 又要减 又要 暂时 禁止开门 影响很大了 北京市 刚刚看到的消息 都说 现在会禁止所有娱乐场 所开门 真的开门 所以 变成了 是 吵架的 是的 总之 怎样也好 大家现在入市 当然 现在 23,700 左右 你拼它不穿23,500 你可以考虑一下 拼反弹 拼回去 24,500 就是这1,000点的区间 但是 如果 23,500跌穿 真的看走势 那没有 你当之前的时间 23,500 至24,500 你能看24,500 到25,500 这个 range 你现在23,500 如果不穿的话 下面就看22,500 支持 这就是第二个视觉 看法 真的很简单 那 又说一下个别股份 不如先说一下 大家乐 大家乐 大家乐的业细 未详细看 因为今天比较忙 少少 但是 我想 也说一下 我见有朋友 都很想 了解多些 可能 可能 一些财务报表 甚至乎 有些特别的 一些 要留意的地方 其实 真的不同的公司 就是不同的范畴 的股份 大家的重点 都很不同 是的 因为 例如像餐饮股 餐饮股 其实很多东西都要关注 因为 就是餐饮股 你记住 或者我们说做生意 很多时候是现金楼 就是现金楼 就是现金楼 在餐饮股 做零售 或者百货 其实现金楼 很好 现金楼 就是现金楼 但是 可能你说 有很多要付出的钱 那些全是有数据的 所以 你可以 有很大的现金 给你去滚 放在你自己 按下的时间 所以 就变成了 这个是 一些零售 就是我们的 转发比较高的 一些 一些 的版块 是有这个特性的 但是 餐饮股本身 就是 如果说成本上 主要有三样东西 做节目也知道 一是工资 二是食材 三是租金 就是这三份东西 七权八九之后 其实你可以说 他们最终的 那个 大概是 大概有一两成左右 大概有一成左右 一成多多些 可能是这个数目 是的 那 你说 大家这份业绩是好还是坏 那一定是差的 亦是市场预算了 公司也之前出了一个刑警 以及拆开来看的时间 其实你看到 下半年的年度 因为它是三月连结的 下半年的年度 很明显是很差的 而且 你看到那些 我也在事务上 有提及到 就是说 你的成本 全部都是 没减少过的 几乎没有减少过 人工呢 还要升上去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做食就是这样的 有很多的固定成本 是减少的 但是就是 看你本身的生意 那个生意的 多不多 因为 记住 我们说 这些固定成本 是很减少的 你可能说 人工可能会因为 假设你开多个家分店 或者你做的时间长了 有机会开OT 这些 人工每个的战比 有机会会大了 但是 你记住 你做十分桌 可能你的人手 或者是你的食材 因为食材是预备的 租金也是减少的 然后 十张桌 可能是这么多钱 可能你二十张桌 的时间 食材会加 人工会加 但是 你的收入都多了很多 所以 你为什么要去一个固定的地方 你收到这么多的钱 就是 你看到那个 就是回财率了 回财率高的时间 你自自然然 那个效率 应该才好 所以之前 如果你说翠华 和这个 这个 什么 那个叫做 太兴 翠华的卖点 就是分桌都很厉害 当年 就是说这些东西 但是 如果认为 当然可能差了一点 但是 参赴股 就是看这些东西 但是 我想先说 先说 大家读的情况 差遇了 不过你说 究竟下一个年度 就是 今年 下一个年度的时间 我反而觉得就OK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其实你要当今次 最后的情况 有机会过去了 当然去今次又不拍摄 但其实你预认了 业色差的时间 一定不行 一定差的 但是 如果你下半年 开始路逐逐 有改善的话 其实这些位 我觉得 开始直博的 直博的 我都会留意住 因为 那个问题就是 其实你预认了 因为 我想你第一季的时间 因为 有很多 我们说限聚令 有很多 食肆桌 要隔开 你一定有影响 那你人的 工人 即打工室 上班都少了 对吧 那你说很多事情 现在back to normal的时间 其实大家 按道理 香港区这边 会不会差的 大陆真的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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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这样认为 现在最差 可以部署 还是可以的 不过你预认了 可能还会有价格 震荡 还会存在 特别是那些假设 有第二波行程的时间 就不能说了 一定会继续下去 所以 也好似乎 究竟你怎么看 到底有没有出现 第二波的行程 至于其他股份 例如科网这些 其实科网股当年 有很多东西 科网股 其实有些不提PE 当年有多个 新出现了 例如PEG 例如 例如 Price-to-Sales Ratial 这些 就是出现了很多 不同的 特别的 而且电信股 也会出现了 EBITDA 甚至像 赌场 很多股份 真的有不同的 不同的股份 有不同的分析方法 不如看看 你本身有什么兴趣 想知道 我再和你研究一下 但是科网股 你可以说 是可以分开 浪GAP GAP 因为它有很多 股权的 开支会出现了 以及 Growth Rate 你问我 就是增长度 但是 这些 或者可能 在HD 有机会 找两家和大家 研究一下 又说一下 一些奇怪的东西 7261 华夏的 好像 纳指正向2倍 杠杆ETF 这一只 是今天 突然间 今天早上 其实 刚刚 不好意思 这个朋友 你跟我说完 我才那么有图体 真的害怕 我马上 找到一个原因 其实很简单 因为今天它拆小了 但因为拆小了 因为拆小了 有投资者 不知道拆小了 所以 以为期货可居 所以就去追了 可能是 竞价因素 或者它的价 抹高了 抹高了也不重要 但问题是 可能很多投资者 不知道这个情况 就可以再高追 所以 你会看到 其实在312分之后 价格已经下跌了很多 因为 我相信有投资者 都可能 意会到 原来高出了很多 我才不断 减持 所以 之后 那价格 回到正常价格 但这些 就真的 没办法 这些 你说出现什么状况 你只可以说 有投资者 是不小心地 高出了股份 就是高出了这只ETF 虽然这个状况 但是 没办法 这些是 这些意外 主要可以这么说 因为 我没有看到 那一刻的情况 只要知道 有些投资者 真的用了 30多元的价格 买了股份 但是 按道 应该是一拆四 所以它的价格 按道理不应该是 那么高的 所以 建议大家 以后的ETF 都尽量不要竞价 尽量等它的价格 开出来 才再想 买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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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竞价 都真的可能有这些 这些风险 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 我来不到 因为 那一刻 第一 没有看到盘路的情况 第二 其实这些 最好 问回发行者 经他自己计划 这样 另外 MARK8 3008 这些股份 3008 也不用想这么多 跌还没买 其实今天跌多一点 也好 再跌下去 看看有没有机会 270 270 那些位置 我觉得 都可以过 不过 新巴马8 本身 是少看市况的 兼且 加上京东之后 又好像 暂时 中概股 又未有下一个 所以 可能有机会 现在会有些 调整 但是 OK的 调整完美 阿里 又不怕 阿里 其实哪些价 都可以 我又不觉得 阿里 现在价格很贵 还有 论业务的发展 有个 618 618 又有些 炒空间 所以这些 都可以自己 研究一下 美国那边 有什么制裁方式 对付 香港这边 其实也有很多 你知道 限制资金来 已经是一个 很大的影响 不过 又这么说 我觉得 它暂时 不会做这一步 因为 要记住 有很多 我经常都说 香港 其实是一个 国际的大都会 国际的城市 很多国际的资金 其实都在香港这边 你说到 投资也好 炒股也好 什么都好 所以 这个问题 其实很复杂 其实两边都是 你只要 只要把 本地香港这个情况 稍为改变一下 其实会牵涉 很多方的利益 大家明白我的情况 所以 变成了 影响 和 深远度 其实很厉害 所以 我觉得现在 很多角力 都在出现 你不知 在哪一方面 的角力 是在出现 所以 都是那句 自己看见 静观其变 那美国会不会出招呢 我觉得 现在 它还有很多利益 或者是 一些盟友 有很多利益 它不敢乱来 但是 当它们 刺得七八八的时间 就真的要小心一点 另外 我说了一件 腾讯 又有 马法兰减辞 不过 没所谓 它不是第一次减辞 最主要是 大家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再跟我研究一下 好吗 我今天就说这么多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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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